也就是从今年十月十号开始 每天都会有来往巴黎开飞的自飞航班 所以亲爱的台湾朋友们 既然今年是活年 那么就别再犹豫了 学学习游记忆 吞云家屋的苏母共 往西而行 参观铜广明美的法国 第二个最主要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签署了 大家所期待依旧的大孔独家 大孔独家结果 这个结果从纪念夏天开始生效 因为这个结果每年可以让 500名台湾纪念在最好的条件下 安须法国 同时也可以让500名法国纪念 之前游离台湾这个美丽岛屿的梦想 现在大家可以要见 台法关系在所有领域都有经济的发展 其实我们对未来的蓝图有更大的期望 我们共同分享民主价值 都热爱文化与装作 也都渴望装喜 这些共同点 将我们精进的连接在一起 是台湾自然而然成为 法国的亚洲 更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们下期再见